今天来到好多好多 日本话很漂亮 举辣眼睛的还是这一个啊 拖鸡鸡的拖鸡挨卡 好美啊 这个是预定款啊 预定款 下单预定者优先 预定者优先 快点哦 只有这边而已 那时候我无情啊 因为我就想到这么多罢了 而且这个季节啊 其他的都没有这样甜 这个是最甜了的啦 另外有一些乳酥啦 如果是做料理的 做饮料的 不妨吃一下这个 喜欢DIY的可以自己弄 一流啊 restaurant会比较喜欢的一个 另外有一些 哇很新鲜的 很新鲜啊 那个 残野鲜的 它不是Sijoka的啊 它是Nagano的 它这个地方有两个产区的 然后呢 残野鲜卡会比较煎型呢 也是很香很甜的 它有一个 盐味在那边 今天到了一些番薯 哇很大的啊 很美啊 要大有要小也有 这些就是嫩嫩细细的 番薯 记忆品番薯来的 yes 这次的蜜干我第一次看到 它是叫金峰啊 这是一个大品牌来的 在当地 只有熊本仙还有 看到它的话呢 是跟以往的 那个蜜干不一样 它的汁头绿啦 然后也是很嫩很细的 熊本仙的蜜瓜 哇这么大颗 而且它价格不会贵的 三百多块而已 很大力 这种价格啊 在日本啊 没有五百块是不能上车的 哇 买不到哦 非常夸张哦 还有帖子啦 哎 感觉上它很细腻耶 对很大力 它就是 它这个baby头那种大力哦 比你的头还大了啦 哈哈 富士苹果 非常漂亮 非常脆脆甜甜的香 一开始的那个苹果香就旺出来了 哇 今天的重头戏其中一个 这个黑赤子啊 很少来到实力专 5L 5L是最夸张的 很大哦 很美耶 真是 夸张哦 所以我反而这次哈 这个季节有经验哦 反而它回去更美耶 是哦 很漂亮这个 一定要拿 日本感觉啦 哇 这个肯定包 吃喝花痰啊 这个肯定包啊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 哈哈哈哈 做饮料 茶蜜糖喝 非常好料 拿原装蜜糖 直接拿来吃也非常好吃 哎呦 看到个流口水啊 秋王赤子啊 脆脆甜甜 好像是鱼的感觉 这样子 它现在日本里面的赤子中的 王子啊 它秋天 秋天就是生长赤子 嗯 就是赤子的王子 真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高枝线的水晶满辣 真的是很漂亮哦 很多人来追哦 上次来到比较轻一点 现在它带微黄了 而且它味道很香 它很它很wildlife的感觉 很野味哦 有惊喜的 这有惊喜的 喜欢吃那种 酸酸甜甜的啊 的朋友啊 一定要拿卡 起勒 这个 哎 黑蒜 太久没有买的 太久没有买的 最近泰国人回来问 可以直接喝 还有没有这个啊 我以前的日本进口啊 我不要中国 我要日本的 啊 这些就是日本进口的黑酸 因为中国的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日本的味道是最最正的 不过我们会拿广岛的柠檬来咧 有 太多人要求了 要求 他说比一般的柠檬来说 它不会很酸 然后很香 所以它就用来弄水喝咯 最重要它是改个皮是无毒的 这个 无毒的 而且香 不会太酸 就压着上场 特效第一个西洋梨 它是日本才 La France 只有日本才有个梨啊 这一个梨啊 西餐拿来煮 直接拿来去很香很甜啊这个 这些就是冷门货啦 如果喜欢吃这种西洋梨啊 一定要拿它啦 你知道为什么它是冷门货吗 看起来很普通哦 可是吃下去 爆了一样 蒙给你很多 它是高级餐厅才有个食材 一般 餐厅是看不到它的 不是讲它价钱便宜 还是它价钱贵啊 是它看起来很普通哦 吃起来我跟你讲 这个好好吃 今天那个粉等三个字啊 就是这么多日本水果啦 草莓记得要抢哦 预定的这个不是抢 要订才有的